今次裝修我們最喜歡這幅長身 這幅長子是我們自己選擇的 效果很美,我們很喜歡 Yoyo,鏡頭像這樣? 是設計 我們上家的設計可以簡約和耐體 但又不可以太普通 所以設計師用了很多幾何元素 像這塊灰鏡的衛生 雖然線條不規則 但跟旁邊的長子完全搭配 不知飯廳的 客廳和房間都用了很多機殼的元素 護主想要型格設計 所以客飯廳為新 組合季都用了黑白色為主 天花三邊燈槽,增加空間感 而且為本身型格設計強硬的感覺 增添了少少柔和的氣氛 客廳電視背牆一塊不規則形狀的 維生板呼應幾何線條設計 加上別置的燈飾 令到設計非常獨特 當初是我妹妹推介的 我就認識了DIC 我也有上你們網站看過你們的設計 都覺得很不錯 所以我們這次就用你們裝修吧 主人房的地台是連接著梳妝桌 令梳妝桌的高度可以做到床頭櫃 不要看這邊的長白色 因為幾何元素是這邊 設計師在床背的長身 用了不同深淺的指南式拼砌 連貫了幾何元素的主題 因為床背設計比較花巧 所以設計師就將其餘長身留白 更加突出長身的效果 來到這邊就是主人房裡面的房中房 因應戶主要求要在主人房裡面 加設一個衣帽間 所以設計師就在這裡加上一個衣帽間 嘩 積木主題 因為我姐姐很喜歡積木 設計師在櫃面那裡 特意加了積木元素 整間房都很省位 所以我們都很滿意的 我知道 這邊本身是窗台 設計師做了上床下櫃的組合 就可以將窗台變成書台 但是房的空間就大了很多 除了有積木元素的傢俬組合之外 設計師還選用了一幅房水彩效果的特色牆 令到房間設計更加活潑可愛 我們跟設計師都相處得很好 他們各方面都跟進得不錯 而且裝修師傅態度都很好 所以我們整體都覺得很滿意 書房灰白的設計比較清雅 設計師同樣做了窗台書桌善用空間 而且設計師在貴身運用幾何線條做款式 繼續連貫全屋的設計主題 接下來有需要 我都會找回設計情報中心 我還介紹給幾個好朋友 如果想了解更多 歡迎瀏覽DIC的網站 上面除了有近千個真實客戶滿意個案 和近二千個有價目的參考個案 不斷持續更新之外 還有大量真實設計和3D效果圖 而每個個案在網頁最底都有單位價目參考 而且設計情報中心是註冊小型工程成建商 進至工程有限公司 持牌進行相關裝修和小型工程 而DIC近年還推出了會員優惠平台 Dpoints 提供一個全新的優惠平台 給客人使用 只要登記成為會員 無論日後是自己裝修 或者是推薦親友選用DIC 亦都可以輕鬆賺取Dpoints積分 凡是DIC的舊客戶成功推薦親友開單 並且在發票上著名推薦人的姓名和Dpoints會員編號 裝修完成後 推薦人最高更可獲得雙倍Dpoints積分 就算推薦人未曾被固DIC 只要成功登記成為Dpoints會員 並且推薦親友開單 而且在發票上著名推薦人的姓名和Dpoints會員編號 在裝修完成後 推薦人亦都可以得到Dpoints積分 客人可以透過Dpoints內積分 換領各式各樣的禮品或服務 立即成為Dpoints會員 一起贊取無限獎賞